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活中,许多人都加快了进食速度,但这不仅仅是父母常提醒的对肠胃负担过大,还可能增加患糖尿病的风险。 谢安民医师指出,进食过快容易造成过量摄取卡路里,增加肥胖、胰岛素结抗和糖尿病等风险。 他分享了五大原则,希望大家能注意饮食,保持身体健康。 谢安民医师深入探讨了进食速度对健康的影响。 他指出,进食过快的最大坏处是容易吃过量,因为大脑需要20分钟才会感到饱足。 这意味着当我们进食速度太快时,我们很容易忽略身体发送的饱足信号,导致吃的比食肌需要的更多。 这种行为不仅会增加卡路里摄取量,还可能导致肥胖和相关健康问题,如胰岛素抗性和糖尿病。 此外,谢安民医师提到了间歇性进食法。 这是一种通过控制进食时间来改善健康的饮食方法。 他建议将进食时间安排在早上,这样可以更好地控制空腹血糖水平。 根据他的建议将进食时间限制在较短的时间段内, 有助于调整体内的新陈代谢过程,进而减少糖尿病风险。 此外,他还强调了早餐的重要性,建议将能量浓缩在早餐,晚餐则应尽量减少摄入热量。 这有助于提高代谢率,降低肥胖风险。 除了进食速度和时间安排外,谢安民医师还提到了饮食品质的重要性。 他建议大家应该细脚慢咽,这有助于消化吸收, 同时也能让身体更好地感受到饱足感。 此外,他建议大家兼顾饮食分量,选择高营养价值的食物, 如蔬菜、水果、全骨类和健康蛋白质来源。 这有助于提供身体所需的营养,同时控制卡路里摄取量。 最后,谢安民医师呼吁大家放松心情,不要过于紧张地遵循饮食原则。 他指出,偶尔违反这些原则并不会对健康造成太大影响, 关键是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。 总的来说,谢安民医师的建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健康的饮食指南, 帮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保持身体健康。